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佛书经翻结缘品 接下来请收看 传习法师蒙法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吃不好吃啊 好吃 对 今天这个 我们吃的是受十方的众生供养的 所以呢 民间也叫千家饭 实际上不止啊 对不对 万家饭 在五台山 我们佛教文化呢 还流程 传承到今天 在人间 在人间这样一个文化 超过三千年了 所以 所以 五台山这里的 也可以追溯到周朝 所以 今天七月十五 佛欢喜日 生智之日 也是啊 也是啊 我们孝清 报恩日 我们余兰 彭供 这样一个殊胜的法会 一在五台山这里 就可以把我们 多少代的祖宗 祖先都可以 包括在其中了 孔夫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他现在的 已经是多少代孙了 已经是七十多代孙了 七十多代了 我们佛教 一直叫周赵王 佛陀 周赵王 多少年了 然后佛陀是出生到人间的 那到现在 我们 一代一代传承到今天 一直没有中断 所以我们来参加这个法会 这个时空 历史就 很亲切 所以意念祖先的时候呢 也很方便 就坐在五台山呢 这个文化的光环 就笼罩着我们的历代祖先了 然后我们心灵的光明呢 又可以超越时空了 又可以回报我们的历生父母 我们此生为人 我们上一生 我们无论哪一生 都是有父母的 所以 以佛法的光明呢 又可以 照见 历生的父母 以佛法的功德 也可以 就是 报答 我们生命中 有恩者 以功德来 来报答他们的恩德 以我们的这个福德 修学佛法的福德 修学佛法的福德 也能回向给冤亲债主 去偿还他们的 就是过去的债 还债 在这一片千年古刹的 复兴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新龙的力量里 复兴它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平时我听到机器声 听到工地里的种种的声音 我就听到了一个复兴的 一个消耗乐意 那样充满了动力和生机 一二三 一二三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我们现在在座的 每一位在这里 也是感受到 所以今天 七月十五 虽然是进入秋季了 盛夏之后 这个初秋 七月十五 又称为叫少阴 因为暑期刚过的时候 这时候恰恰是我们 可以通那个阴的状态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这个时候 又是作为子孙 和祖先 比较容易感通的 这个时节 但是我们 你看 感觉一下 今天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阴气啊 有没有阴气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 阴风阵阵啊 不会吧 哎 有没有感觉到 乌云满天啊 没有吧 哎 这就是在 这么殊胜的佛地啊 五台山 文殊菩萨的 这种力量 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你怎么 带着多少众生啊 多少业力啊 到了文殊菩萨的 面前都 哎 就是 昌海一树啊 这圣地的能量场 当你站在五台山 你一个人感受完了 你觉得你的力量 能够对五台山这里 你能会让它改色吗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的前程 奉献给这个圣山 也特别容易去感受到 这样殊胜的对境 那要改变我们命运中的那些 负面的啊 或者要完成我们生命中的善愿 显得那么坚定啊 就是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特别今天又是佛欢喜日 生枝之日 今年的节下恩居啊 一百二十天 以往都是九十天 今年有一个润四月 润四月 就是等于是 以前节下恩居是三个月 今年是四个月 我们汉传佛教 这个整个这个佛教界啊 都是这一天 解下 出家人精进修行 是一个总结 一个段落 这一年来说 精进修行的一个节点 所以这个节日啊 从佛陀 佛陀成道之后 就已经定下来的 今天的超度法会 于兰彭供 是穆建联尊者发起的 他刚成道的时候 就十几岁 成阿罗汉道 是十几岁 那个时候佛陀 按照我们汉传佛教来说 就三十一岁 如果按照 上座部的说法 佛陀三十六岁 所以 这个在佛教里 这个是历史悠久的 而且我们现在 所做的一切 历代的祖师就做 就是这样的 我们出家人 每年都要过这样子的 那我们这一辈子出家 你想我 二十六七年了 出家 那历代的祖师 我师父出家七十多年了 他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我师父的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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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佛陀 都是这么过的呀 所以那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就置身于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文明当中 所以在于兰彭经里面说 修行人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奇德汪洋 所以我们佛陀的七众弟子 在家二众 出家五众 都是在这殊胜的日子 都会供佛即生 所以这么样一个厚重的积淀 从佛陀三千余年来 每年如此 我们佛教里来说 在重大节日里 一个是佛陀的圣诞 四月初八 还有就是七月十五 我们叫佛欢喜日 我们汉传佛教纪念的呢 还有一个叫 腊月初八 腊八 大家喝腊八粥 佛朵成道日 那七月十五 就是为了庆祝 很多的出家人成道 正圣果 正圣果 修行精进 进步了 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 每年如是 每一个出家人都是 这个最重大的 这个这样子一个节日 那我们今天就 就在这样一个 就是叠加 善 就是善功德力的叠加 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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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多年叠加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个 重重无尽的这个功德海里 今天你们发善愿 有什么那个呢 叫善愿成就 所以 对不对 什么愿是善愿呀 对 自己要通过学佛 要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 什么是我应当要 要求自己的 对不对 今天发愿 把烟戒了 对不对 今天发愿把酒戒了 今天发愿 把那个手机戒了 这样子 这样子才说善愿 对你有比较有意义 有的人一发善愿 就是要求佛 佛已经圆满了 你要求佛啥 对不对 趁着这个功德力 要求自己 改过 侧境 能向善之道 这才比较有意义 借助这样子的一个 真上缘 加持力 这样子 叫善愿成就 希望 我能够对这个轮回 看清它 与轮回世界 发出出离心 这个愿比较好 对不对 你说这个 这个轮回苦海 继续泡在里面 像泡澡堂子似的 你说看 然后人声泡成猪声 猪声泡成牛声 牛声换一个狗声 泡到里面 跟泡澡一样的 你看就 在里面变戏法 怎么样与这个轮回 看清它的面目 随意也流转呢 我能够跳出来 虽然随意也流转 我既有修善 能修点善业 但是 有漏业跟无漏业 比起来 无漏的功德重要 所以我能够 对这个轮回的有漏 能生起艳离 甚至更进而出离 然后能够发 超出这个轮回的世界 你能超出了 你就能带两个人 对不对 你自己都超不出 你带谁 你拖别人后腿 差不多 所以自己能够出 那就能带几个 你力量大 心量大 那就更加发菩提心 我处理生死 我也要令一切众生 都能够脱离生死的苦恼 得到究竟的暗乐 这也就是 当菩提心发起的时候 这个了不得了呀 菩提心 就是成佛的心 也称为叫大道心 如果一个人 一旦菩提心发起了之后 他的心的光明 他的心的力量 超于日月 超日月的 如果光是艳离心 出离心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森文罗汉 他的力量 还是有限 但是如果发起了广大的菩提心之后 那了不得了 你像我们今天在座 我们将一的对我们最有恩的父母的恩德的思念 意念 然后再放大到我们的历代祖先 然后到历生的父母 然后再普及于一切众生 想一切众生 在无量节的轮回中 实际上都做过我们的父母的 我们轮回到现在 因为什么呢 我们轮回到现在 因为从时间上来说 是没办法计算的 我们轮回到今天 可以说也是无量的 但是有量的众生 在这个无量里面 他的机遇 做父母的机遇是很高的 做我们一千次父母的 父母都不止的 今天能坐到这里 你相信不相信 无量节轮回来 对不对 前后左右看看 这都是过去的妈 爸 每个人的相遇 都是久别的重逢 所以不仅仅现场 我们也为 所有法界中 一切轮回的 如母有情 而发菩提心 我们今天的法会 在这个圣地 就像一艘词航 我们上船了 再用我们的心去链接 用我们的心去网络 哎 网络 我们的心像发射台一样 把所有有缘的众生 都链接在一起 都跟上今天的 这个词航 前天大势之菩萨 也叫金刚守菩萨的圣诞 一切佛的力量 这个月又是地藏月 大愿地藏王菩萨 以法身佛的功德力 普射一切众生 用头顶带 大势之菩萨说 用头顶着众生 顶着如母有情 地藏菩萨也是 众生度尽 方尘菩提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用整个的功德力 头顶着 手托着 把众生从地狱里 托出来 从轮回里 得解脱 已经拖出轮回的 已经成佛 已经做菩萨的 无边无际 不可称述 文殊菩萨都数不过来 佛说 以我天言所见 尚不知边际 我一读到这里就惭愧 特别是读到经典 后面说 什么 旋出 旋入 就讲我们 然后前面已经度调的 佛菩萨里面 没有我们 然后旋出 旋入 有我们 所以读读有时候 真的是泪流满面 惭愧 特别惭愧 所以就那个时候 我读到地藏经的时候 我再让地藏菩萨 失望 再旋出旋入 我们这个太老脸皮厚了 所以我们 去年 疫情前面 我一次公开访会在国内 我们就 现场也是一两千人 我们就是喊 自我反省 然后我们自己就喊 自己是老赖 我们就是轮回的老赖 轮回的老油条 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 你学佛越学就会越知道 太惭愧了 太惭愧了 没学呢 懵懵懂懂 啥呀 你说啥呀 我也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就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赶快学 学了就会有德性 是什么德性 知道忏悔 忏悔是一个很重要的德性 所以上次我们也背这句 如果有惭愧了 有忏悔了 就可以从地狱里出来了 如果能知道感恩了 就会去往生天堂了 所以上次喊的这个 你们还记得吧 我们再来喊一遍好不好 忏悔出地狱 忏悔出地狱 感恩升天堂 感恩升天堂 然后再加一下 我是轮回的老油条 我是轮回的老油条 是不是呀 所以要鞭策自己 这次你想解脱吗 你想解脱吗 你不想 如果不解脱 下神还能有这么福报吗 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圣地呀 现在在这个大法堂里面 你知道多庄严啊 这个在这个世界 在很多众生眼里 我们现在现场呢 简直就是跟菩萨一样的呀 对呀 不要说来生这个了 你下次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的 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 你下次我们这么多人还能凑在一起吗 凑不来的 约也约不了的 这次我们相见也不是约来的 下次纵使约也约不来 是不是呀 所以为什么让你们前后左右看看 我们在学习《无量寿经》也是讲这个 为何求生净土中 因为娑婆世界不相逢啊 娑婆的轮回路上 不会再见的呀 总使你这辈子再轻 我们有的相爱的人说 我们生生世世 海枯死难 海枯呢 家里池塘还没枯呢 心就变了 海枯呢 不烂也把他拿锤子捶烂了 对不对 有的那个结婚证还是新的呢 感情已经旧了 最主要就是什么呢 真的 你再相爱 下次要想约定 我们在一起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那个几率太小太小了 太小了 不要说彼此我们不认识 我问你 我们在座的 我问你 你前世是谁 叫轮回路上不认己啊 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啊 自己不是他自己的 比如说老年痴呆了 就现在后来问你 去年这时候你在干嘛 你都想不起来的 昨天中午吃了多少饭 有可能也忘了 所以叫白痴知道吧 所以这个轮回是一个非常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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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是很烂的一个程序 就这么破烂程序 我们玩的是百丸不腻 这也真的是 所以我们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是智慧的圣地 我们用智慧去关照 你说要老祖先走去极乐世界 你自己不去 这个实际上你心结不开 他心结就不开 你知道吗 是连着的 他是连着的 我超度了很多祖先 有跟他们交谈过 交谈 有的祖先上来是有抱怨子女 所以他们也不看我 忘掉我了 也有抱怨 但是他们抱怨了之后 他马上又替 替子女说情 马上替子女说情 就是能够护短你知道吗 护短 一边知道子女这个不孝 一边马上又护他们那个短 我讲这个我们在座能体验吗 父母亲对孩子们没有太高的要求 但是 总的来说 一上来都是讲子女 大多数是讲子女的不孝 还有一小部分是讲述对子女的思念和牵挂 总的来说 对父母死了 他回过头来讲 他的心里还是把子女放在第一位的 不管是埋怨你 还是牵挂你 实际上 父母的心里面 永远把孩子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 你心里面孩子是不是第一位的呀 多少人来供哉 都说我替我儿子供的 我替我女儿供的 你自己呢 我自己就算了 都是替子女的 所以中国人说 一百岁的父母啊 对八十岁的孩子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我还被感动啊 你说他是鬼吧 他是鬼了 但是他的情感呢 实际上这个情感 就是佛菩萨的情感 佛菩萨有修行 能够有能力 也就源于对众生的这份情感 而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佛陀说 比喻啊 他说 我对众生如我独子罗后罗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作为解脱的代表 我们心结能打开 心开一结的话 你的祖先 哇那简直就是 莲花满地啊 全部开放 我们的心灵状态 将决定了我们身后面 数也数不清的众生 我们今天特别法会的 这个心态很好很好 我们那个后面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得法意 所以我们就看自己的心 就看自己的心 然后你身后的那所有的众生的业 也会呈现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要克服一点 克服我今天为什么 我心情比较郁闷呢 我这不高呢 然后我这个 甚至我今天生命率 怎么觉得特别 好像虚脱一样的呢 好像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呢 然后师父只要一讲话 我就要打瞌睡呢 就代表你这个背后啊 那个科幻电影说 这个脑机接口啊 人的后面有个脑机 不用那个的 不用接口的 我们这个人大脑 本来就是练通的 本来就是练通的 所以这个人 你看那个后脑勺啊 后脑勺 这很奇妙的 那个脑中的松果体 即向前 眉心这里 也往后 那个风池两个当中 那个地方啊 也是很奇特的 那个寄宫活佛 那边没红 后脑勺一拍 就有神通了 然后民间有说法 做噩梦的时候 做了噩梦 如果不想做 起来对着枕头吹口气 你那个噩梦 就不会再继续了 就叫你们一招啊 所以这个后脑勺 你别看啊 沾着枕头 还有得加持 有时候也是 那个加持瓶啊 什么 你看 我有时候喜欢 把加持瓶放在枕头 睡觉的时候 你头碰到枕头啊 然后这个加持瓶 也可以加持到大脑 加持到通过大脑 然后 还有这个佛珠也是 你手里面 只要拿着佛珠 你手接触的佛珠 这个因为是佛珠啊 佛珠的信息量 它因为一直 在佛门里 你看 从佛陀到历代祖师 历代高僧 大家都拿着的呀 所以你拿着佛珠好了 它就会带着你 往高处走的呀 你手摸着它 你跨在脖子里 贴着身体 你套在胳膊上 都会净化我们的血液 气脉 神经 业力场 发现有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人 如果被附体了之后啊 他那个鬼 他就怕这些 他马上就把全部都摘掉 放掉 不要 离那个远远的 眼睛红红的 我就知道了 这些东西他还是怕的 你们怕不怕鬼呀 怕不怕呀 我告诉你们个秘密 鬼怕你们 你觉得人怕鬼 鬼还怕人呢 特别你有信仰的 哇那还了得了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有信仰的啊 你哪怕拿着一个佛珠 或者带着一个护身符 你的护身符里面 比如说比较有加持的 实际上 我们出家人的衣服 特别是袈裟啊 所以我们去每次去朝圣啊 比较殊胜的那些佛像 比如说去印度 印度菩提加野的那尊佛像 正觉塔里的佛像 比如说在拉萨 觉卧佛 是我们文臣公主 从大唐那时候运到西藏去的 那尊佛 她穿过的袈裟 在缅甸也有 缅甸也有一尊佛像 也号称是跟那个一样的 是佛陀亲自加持过的 殊胜的佛像 身上披过的袈裟 实际上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出家人穿过的袈裟 就有加持力的 在《地藏十轮经》里就讲到 如果我们得到出家人 披过的这个袈裟的 这个布的话 在身上戴着 这个种种的这些鬼啊 这些啊 她都不敢靠近 不仅仅不能害你 甚至 哎呀恭敬你会 离老远很多一群鬼 在给你磕头 原来你带着圣物 三宝物 所以 像我们恭敬供养三宝 恭敬供养生宝 这个生宝是住持三宝的 三宝住不住室 在不在世间 主要就是看生宝 所以我们如果恭敬生宝 就会得到法宝和佛宝的加持 然后就会得到 叫满愿的 就这样的殊胜的国报 今天 我们 在 第二金刚座 大圣武台山 文书大师 坐下 释迦佛陀面前 学山式诸佛 离城而成道 学历代祖司 不然 世间之夜缘 一个人能降服自己的心魔 自得天魔外道 亦能拱手归正 出家之人 能出烦恼家 出迷惑颠倒的家 出三界的家 能够回归自己亲近的 本心之家 能追随诸佛菩萨的 正法之家 能回归诸佛菩萨 亲近的 极乐之家 自立 利他之德 可以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所以当佛陀 他融入在法界 全平的状态 佛陀那个 阿罗多罗三秒三不低 他跟宇宙是等量的 量周杀戒 杀那个是沉杀的世界 威 就是说 广大的 这个 无边无际的世界 佛的身体是 量周杀戒 曾经 映现到我们地球来 视线八向成道 那你就知道了 我们佛教属于什么文明 是不是地球文明 是不是宇宙文明 是地球上最高的文明 而且也是宇宙中最高的文明 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意思 是星际大移民 我们今年刚发了一个卫星 笨向了什么火星是吧 还是金星 现在正在路上跑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要不要这么笨拙 然后听一听 我先去加点油 要不要 不需要的 去极乐世界 不要加油也不用充电 就只要念一个简单的 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是不是越高级的 越简单啊 你要知道 这宇宙里 越是高级的 就是越简单 所以这一句 简单的阿弥陀佛 佛号 高级到 只有佛和佛 才能解释得清楚 这个大家听得懂吧 那你想看 多少高大上啊 对不对 多少高大上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去到极乐世界 就可以星际大移民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法会 就把我们的老祖先 全部星际移民 移民到了极乐世界 你说我看不见 这看不见 你要看见了 还移民不了了呢 因为你只要看见的 都是低级的 你只要看见的 都是不咋地的 是不是 你那肉眼 你太爱把你的肉眼 看得太重了吧 你那肉眼 自己分析分析看 那肉眼 只是看到这个世界的频率 有的说是400纳米到700纳米 有的说是300纳米到700纳米 就那一点点 就那一点点频谱 稍微正确一点的 我们都看不见 我们只看到错误 所以我们被 被自己的业力欺骗了 为什么是苦啊 人会为什么苦啊 因为首先你想活个真实 哪里有真实呢 你现在看那个太阳光 那八分钟前发出的 当你看到又过去了 你就看不到当下史 你看到都是过去史 你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吗 你真看不到 你只看到一个影子 还是错误错误错误之后的影子 好几层错误之后的影子 你根本碰不到正确 哪有正确 我们现在在看到的 我们现在这个场景 就叫色运 是在这个色运里面 我们不接触佛的智慧 你都超越不了 当下的色运 色运是从愚昧里来的 你有愚昧就有色运 你开了智慧 色运根本不存在 这是相对的 你说的有吗 因为你笨蛋 所以他有 你要有智慧 他没有 所以佛教才是和平的 佛教不是征服别人 佛教要超越自己 看到自己的狭隘 看到自己的错误 然后怎么开显我们的智慧 请问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佛性 有没有佛性 我们的佛性是不是圆满的 理论上说是圆满的 但是如果不是佛陀来给我们证明 我们知道我们有佛性吗 如果不是佛陀来给我们证明 我们知道我们佛性圆满吗 如果不是佛陀来教导 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恢复圆满吗 我们怎么找到自己的佛性来受用呢 我们虽然有 但是因为迷的缘故 等于没有 我们虽然圆满的 佛性理论上是圆满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缘故 你不知道那个圆满的是你的佛性 所以我们不得受用 虽然我们的业 我们的种种的业是虚妄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妄的 我们很真实的被锁链 它锁着 所以轮回中很真实的痛苦 但对智者来看 请问我们所受的煎熬啊 包括地狱啊 每一层地狱啊 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呀 对于智者来看 它不是真实有啊 所以智者的智慧可以变见 十八层地狱 可以照见诸天天堂天王 他们的业 他们的受用 都可以变见 因为变见的缘故 所以有资格说有还是没有 所以有资格来度众生 如果佛的智慧没有变见 没有撤知这一切 你讲度众生 那是骗人的呀 你不了解众生怎么度众生啊 你不知道众生的意义是从哪来的 你怎么度众生啊 所以请问 我们三宝 我们的佛法身 是不是真实的呀 你就看它对我们轮回描述的多透彻 你就知道它有多少变造的智慧 你就可以推定 它有资格带领我出去 因为太熟悉了 它太熟悉了 它被我这个轮回的 但是我这个稀里糊涂的瞎眼 我都给它造一个轮回出来 你说别人能清清楚楚看到来龙去脉的人 所以它要解码 不是很简单吗 对不对 我为什么现在轮回里出不去 因为我不了解轮回 因为我不了解轮回啊 这些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至业高雄分会举办八观灾界法会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念佛五声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十月七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九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七楼 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慈悲置业 花莲分会 城镇法会布置 机动义工 值班义工 半日班 环保组义工 乡单组义工 行政人员 共同发心来赔福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那么 上堂课我们讲了 《律民之义》的这一部分 《律民之义》的这一部分 也讲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讲第二个部分 《义者离赞》 《义者离赞》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句《律民之义者离赞文》不是由阿底下尊者写的 而是由他的藏文译者格维洛志所写的 那么这句《律民之义者离赞文》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先顶礼呢 而且要顶礼的对象为什么是文书菩萨呢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开篇顶礼的原因 在古代印度啊 写论著书的时候 开篇都要先进行顶礼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啊 就是希望通过向佛菩萨所提醒 来累积更多的福德 进而呢 就是在撰写或者翻译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没有障碍 顺利圆满 以完成 因此呢 在全文其实啊 向菩萨请求 是为了得到写作的过程当中的加持和助用 另外一方面呢 在请求佛菩萨可以帮助译者更好的了解 通道文中的内容和含义 所以呢 总的来说呢 在文章的开篇的顶礼 目的就是要通过其情得到加持 从而呢 累积福德 为了更好的去 撰写或者翻译 那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在 登论治理呢 义者 顶礼的对象 对象是文书菩萨的 以前在古印度啊 对于这个顶礼的对象呢 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所以呢 通常都是选择 这位作者 个人比较喜欢 或者有信心的对象 后来呢 这个传统呢 就传到了藏地 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没有特别的讲究 直到后来呢 一位叫做 赤尔巴尖的赞卜 他在位期间呢 制定了有关翻译佛经的一些规矩 从此呢 在论文的 这个开篇处 这个经典经论的开篇处 就不再是依据个人喜好 而选择顶礼对象 而是要依照经论的内容来顶礼 比方说 如果文章是有关绿点的内容的话呢 就要在前面先顶礼 变制佛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佛才能制定绿点 其他任何论师 甚至包括声闻大菩萨 都不能制定绿点中的规定 那为什么佛可以呢 因为佛是变知 变知的意思就是说 完全掌握了英国的一切信息 包括非常细微的部分 都能够完全地了知 所以只有佛才是变知的 那么只有佛才能定绿点 所以在这里要顶礼变知佛 那比如说如果支部著作是有关小乘 这个小乘经典内容的话呢 就要在前面顶礼三宝 因为小乘经典主要针对的是出家修行者 也就是比较基础的佛法 所以要先顶礼三宝 那如果经典的内容是跟大乘的教法有关的 相关的 那得要先顶礼诸佛菩萨 因为大乘教法主要针对的就是行持菩萨道的修行 所以要顶礼诸佛菩萨 再来呢 如果支部著作是阿毕达摩的话 就要顶礼文殊菩萨 为什么是文殊菩萨呢 虽说所有诸佛菩萨的智慧呢 都是平德的 但是呢 从显示显现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化现 而阿毕达摩呢 主要是论述 主要论述的就是有关有漏无漏的智慧本性 所以呢 在阿毕达摩前面呢 要先顶礼文殊菩萨 敬礼在这个梵文中是南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无 就是恭敬前程礼拜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南无 释迦牟尼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等等 那么有关这个敬礼的方式 根据不同文献经典当中的这个记载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尝试和分类 今天呢 那我们先讲一讲比较基础 普遍的礼敬方式 就是通过身口一三门来进行非常清净 恭敬的顶礼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身口一三门的顶礼 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身顶礼 身顶礼就是行为肢体上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合掌啊 跪拜等等 其实呢 关于合掌这个礼节啊 很早之前 在古印度就已经出现了 用来这个表达尊重 尊敬的意思 那么后来呢 佛教也引用了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顶礼 身顶礼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也比较容易做到的 那么与顶礼呢 普遍行愿本当中说 意思就是说 要用各种优美赞叹的语言 声音词汇 包括歌声音乐来进行赞颂和供养 同时呢 有些人 其实呢 对 平时呢 有些人说话 用词 有时候呢 可能不太礼貌 或者有点不好听 因此呢 因此呢 惹出很多的麻烦 以前嘎当派的 善知识也说过啊 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我们的嘴巴 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要说堕地狱 光只是嘴上造的罪 就够我们受的了 所以呢 无论在什么时候呢 跟谁说话 都要用好听的词 悦耳的语气 说动听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种礼节 第三个是什么呢 异鼎 在普贤行愿文当中呢 有关这个义鼎里 是这样说的 予以臣中 臣数佛 各处菩萨 众会中 无尽法界 臣亦然 深信诸佛 皆充满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从内心深处 深深地相信诸佛 菩萨 相信三宝和上师 带着诚意 发自内心的 以恭敬心 信心 虔诚心来进行顶礼 其实那这个 身口义 三门的这个顶礼当中 真正的顶礼 指的就是 义顶礼 而义顶礼的核心 就是要心中充满信心 和全然的恭敬 换句话说 要是心里没有产生敬意 或者诚意 那即便是行了一百个 五体投地的大礼 也不能算是 真正的顶礼 总而言之 真正的顶礼 就是要心怀 信心和前进 再以优美的语言 或者词汇来赞颂 或者其情 如果是在 现实生活当中 可以再加上 合掌或者跪拜 等肢体的动作 那就可以算是一个 比较完整 而且是真正的顶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